11月24日晚 我省复京参加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与会代表 乘坐G237自列车载域而归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 是党和国家对于劳动者的最高理赞 此次我省共有115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出席会议 本次辽宁评选出的代表 除了突出向全省基层和一线倾斜 还更注重向各战线抗疫防疫人员倾斜 代表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大家纷纷表示 参加此次大会既是荣誉也是鞭策 在未来工作中要发挥劳模精神再立新功 作为新去代的金融人 我一定会牢记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不忘初心 珍惜荣誉 同时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 面对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挑战 我们为了实现人民美好的幸福生活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的目标 那么我们全体劳动者 就要更加努力的去创造 去奋斗 本台报道